民進黨桃園市長參選人林之堅 在8號辭去新竹市長後 正式投入桃園市長選戰 9號一早馬不停蹄 拜會了中立仁海公 中立慈惠堂母娘文化節 繞盡祈福 桃園警符公 以及桃園慈護公 請走在地信仰中心 聆聽地方聲音 今天是我正式 投入桃園市長選舉的第一個行程 那麼我們團隊今天早上 安排了四個拜廟的行程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請走基層 然後聆聽地方的聲音 那也藉由這樣的方式 在未來將它轉換成政見 我們期待 未來能夠在桃園鄉親的支持之下 之間進到桃園市政 來延續文燦市長 過去這樣五星級的一個市政建設 讓桃園持續的大步邁進 而面對近來論文疑似抄襲事件 林志堅也親上火線 中民論文的原創性和完整時間 並非外界所說的是他抄襲其他人 希望部分人士不要刻意混淆視聽 台大的這一個論文 我是原創者 所有的資料都是來自於我2014 競選市長的時候 所做的民調相關的資料 那在陳明通老師的這一個介紹之下 將這個資料借給了這個余正煌先生 那所以不論是老師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論文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就是原創者 中華大學的論文 我昨天已經正式的提供了資料 是在6月26號 我做了這個口試的論文 大家都知道 論文如果要在6月26號來做口試 那麼我其實在5月就已經完成了這一份論文 因為你要跟口試委員也要約時間 這個是論文的一個簡單的ABC 那另外呢口試論文完成之後 當然也會有一些修正 所以我希望這一些有心要製造話題抹黑和攻擊的人 不要持續於目穩住 丁哥倒菜哥 桃園市長鄭文燦也全程陪同林志堅 拜訪桃園中立四大廟 展現力挺全心 最後一站來到桃園慈乎公參拜 也受到廟方熱烈歡迎 市長稱在林志堅有政績有能力有專業 足以無縫接軌桃園市政 繼續打造桃園成為進步的城市 那其實他昨天就到桃園來住了 住在丈母娘家裡 那他是桃園的女婿 他太太也是桃園出生成長 那我想他以8年卓越的新竹市政治理的經驗 有政績有能力有專業 我相信一定可以創造桃園的市政 無縫接軌 再一個黃金十年 那今天走訪了四個地方的廟宇 那也代表對地方的認同 我想也受到民眾非常大的歡迎 代表小志市長在桃園接受度很高 那未來我們會安排更多的地方行腳 讓更多人來支持小志市長 林志堅也表示 已經決定把戶籍遷到岳家所在的中立區 並從新竹帶四位天生幕僚 搭配桃園在地競選團隊組成桃園隊 未來會請團隊安排更多行腳行程 請聽地方意見 深度了解桃園相關議題 作為未來政策規劃方向 記者劉雨晴桃園報導